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耀耀的抽6萬大獎 紅通通的肉片下鍋涮一涮 火鍋店裡大口吃肉是種享受 但是每天的肉類攝取是否超標 您注意過嗎 每一餐裡面都一定會有肉 會 像聚餐好像很容易就去吃什麼 壽喜燒或者是燒烤 以衛福部公布的每日飲食指南當中 肉類每天只需要大約0.75到2份 一年下來需要22到58萬公噸的肉類 但是103年的屠宰量 卻高達148萬公噸 顯示台灣人的肉食需求 已經超標3到7倍 這一塊一份就135克 所以就是你今天吃了這一份 就超標4份 過度肉食 民眾攝取的蛋白質脂肪比例太高 眼看中秋節要到了 不少民眾還準備要烤肉 身體健康恐怕亮紅燈 有多少人自己身上有三高 糖尿病高血脂 甚至大腸癌已經連續7年 殘連國人癌症第一名 虛情的糞便 每年光是豬 就可以有將近一座101大樓的高度 動保團體憂心 不只對人體帶來危害 勤觸廢棄物增加也有損台灣環境